一件抽丝锅剪 峰回路转 结局的反转直接震碎三关 故事开始辨识高能 2012年亚洲职棒现场 警方在厕所发现一具女尸 腹部被铁棍贯穿失血过多死亡 被人泼上硫酸企图毁尸灭迹 死者小美乃是财团千金 而其男友更是 签约美职棒小联盟的天才少年 此时一经发酵 满城媒体铺天带地的报道 挖出两人家境悬殊 而小美死前 更有目击者称见两人发生争执 指甲凤里也提取到小帅的DNA 唯一疑点就是 案发现场监控突然失灵 眼看人证物证齐全 小帅很快被捕 奇怪的是 铁证庐山面前他不顾量刑 坚持声称没杀小美 法院见他毫无悔改之心 最终改判无期 时间一转七年后 过期记者老刘正在发愁 没有流量节目就会被砍 索性一封信打破他的生活 曾叱咤风云的黑道大哥主动约见 并扬言有猛料爆出 诡异的是对方一言不发 眼神散发寒意 手指暗暗蓄出洪荒之力 猛逼的老刘一脸猛逼 等预警赶到 被事先准备越狱的小帅一一拿捏 换上警服脅迫老刘混出监狱 等守卫察觉 可惜为十一晚 生死关头 老刘反而异常淡定 打开直播故意套话 他很好奇隐忍七年的小帅 此次越狱究竟为何 难道当年的案子有冤起 很显然对面不买账 此时的老刘完全没意识到 此举将改变他的人生 面对媒体的采访 老刘一波影帝演技 夸张挟持经过 将大众的目光锁在自己的栏目上 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火石火了鹿子有点野 为博取热度 老刘更是想到一个绝妙计划 他要逆流而上 以人质的身份帮小帅翻案 可随着深入调查 此事越发诡异 小帅为人忠厚很上进 他和小美感情又很好 更何况还有一份光明视图 完全没理由杀害小美 为彻底搞清当年经历的事情 托关系搞到案件卷宗 奇怪的是 当年四个人证 其中就有自己老婆雅静 回到球场录下首期栏目 呼吁当年的知情人提供线索 不出所料 节目一出争议随着热度水涨船刀 没曾想 小美弟弟出来发生 强有力的回击 老刘瞬间被千夫所指 而弟弟也是被逼无奈 至今他也不觉得 凶手是曾和他解情深四海的小帅 多年来一直暗中和小帅互通信息 如今小帅越狱 正因弟弟有了新的线索 整理小美的遗物 发现一张六十万的存折 里面全是案发 当月来历不明的钱财 还有一个从没见过的手机 小帅望着曾经恋人的旧物 往日甜蜜利利在目 心中暗暗发誓 这次一定要查清真相 眼看调查一时难以开展 索性铁粉提供线索 当年有一名目击证员 正在他任职的养老院 奇怪的是 对方老年痴呆神志不清 可当提起小帅名字 他情绪激动 口中不停念叨着对不起 孙子担忧奶奶的身体 老刘只能作罢 没想到 手机上突然收到女儿被绑架的照片 原来小帅多次尝试密码 终于打开小美的手机 里面最后一条短信 是关于小帅赛前用围巾要的提案 爆料人正是小美 而记者署名赫然是老刘老婆雅静 小帅虽然难以置信 可此事老刘一定知情 剑拔弩张 两人家一起八百个心眼 虽都与此事有关 可彼此互不信任 好巧不巧 警方也在此事赶到 他们怀疑老刘窝藏逃犯 争执不下 老刘直接发起灵魂考 每天早上四点到市场帮姐姐买菜 每天早上六点 还要帮女朋友吃下那碗 她不喜欢吃的青菜粥 然后努力练球到晚上九 十八岁的后半年 她进监狱了 融入不了 照三三被打 进出医院十四次三次命围 你觉得 她是有那个命 搞什么正常管道申诉吗 可这并未阻止两人继续搜查 警方甚至拿出 当年小美死前的求饶录音反 没来得及细想 眼看他们快找到小帅的藏身体 索性女儿给她打起掩护 这才勉强逃过一劫 在女儿的调节下 两人的关系也逐渐缓和 而老刘翻找老婆遗物中 还找到一包骨科茧 回想案发当日老婆确实撒谎离开 翻找她的行程备忘录 案发当日雅静与小美在棒球场 和名叫艾尔的神秘人交易 约定地点正是小美出事的地方 而老刘对此完全不知情 老婆为何要瞒着她 看来此事一定另有隐情 就当她刚得知另一名目击者的住址 没想到对方竟然离其死在罗道角落里 警方初步断定 死于吸食面粉锅粮 可疑的是角落里再次没有监控 可以断定的是 当年几个人证 一定被人收买诬陷小帅 才会惨遭灭口 而小帅这边发现 往日里小美给她喝的运动补品 正含有违禁成分 此时两人都很猛逼 一个无比信任的恋人 不仅在背后下药 还与毒品有关 一个坚守真相的记者老婆 可能昧着良心收钱做了伪证 老刘在弟弟帮助下 成功与小美父亲会面 原来案发当日 美爸拿到尸检报告 发现小美体内含有骨科检 为保住财团名誉 封锁她的真正死因 原来这都是她的局 哄骗小美向雅精爆料 葬送小帅的职业生涯 防止女儿与她私奔 可以肯定的是 杀害小美的真凶爵 不可能是她 眼看离真相越来越近 可现实连来的沉重打击 再次让小帅陷入绝望 一定要平安回来 在姐姐的安慰下 小帅重整旗鼓 没想到的是 刚回来家里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内包唯一的证据也不见了 凶手早有准备慌忙逃跑 小帅紧随其后 生死搏盗 对方掏出枪支笔脑袋 危急关头 老刘一把呼到对方 枪啊吓人跑啊 索性记下车牌 通过关系老刘很快查到 父亲一下 L 而这家公司的老板 曾是小帅的情敌 福利 她身价过意却恶贯满盈 人的颁奖第一个小孩 改成一个坐轮椅的过来 偷了东西还口出狂言 你家所有东西加起来 有没有我家一个厕所值钱 眼看被拆穿 她也只好交代实情 案发当日 小美带着雅静主动找她买面粉 交易完成后 傅林便先行离开 而在事后 其父从警局买下监控画面 防止东窗事发 偷回那包有她指纹的骨科检 奇怪的是 生死关头 傅林也不愿承认杀害小美 好巧不巧 警方及时赶到 老刘留下阻拦警察拖延时间 让小帅将刚刚的录像 托女儿交给主编 好将真相公之于众 主编将老刘保释出局 本以为此事到此为止 令她没想到的是 内容被主编恶意剪辑 视频一出争议 随着热度水涨船高 小帅被诬陷成毒枭 而小美则是帮凶 连美爸的财团都被推上风口浪尖 不堪舆论美爸跳楼自尽 小帅姐姐也意外撤破 而这唯一的受益员 只有老刘成了百万博主 傅林这招可谓势高 不仅洗清自己的嫌疑 解决竞争对手 还让小帅和老刘两人心生见血 没想到警方再次赶到 藏身之处被暴露 老刘也因协助逃犯被警方通缉 破釜沉舟 老刘找主编对质 没曾想他语出惊人 原来他们报社 不过是傅家掌控的棋子 而当年隐瞒小美死因 背后还是雅静的决定 小美为阻止雅静报导为禁药的事情 不仅以身犯险 社局拆穿傅林贩毒 而这一切不过都是骗局 根本没有贩毒集团 傅林不过是通过国外的表哥搞到面粉 得知实情的雅静 最终也没选择披露小美 原来他做这么多 都是为了我 那么真凶究竟是谁 傅林那么傻人的东西 我以前是几乎安眠 这小业应该 你叫我一个事实 那他傻吗 没有人收买他 他隐瞒是在那屋身 调查发现 孙子安安也是棒球场的渊部 老刘还没开口 他就承认案发当日见过小美 扬言自己就是凶手 可而打扮 自主弄账会扣钱 散了我在整秋 想说不去那边清理自主 没想到目睹小美几人交易 话刚说一半 小帅突然乐晕老刘 将他带到球场 案发当日的真相这才浮出水面 为完成交易 良心未敏的小美 主动替雅静视毒 等他走后 身体不受控制 安安想要报警 两人发生争执 你摸我哪里 抢夺手机过程 不幸误伤小美 至此悲剧上演 临死前小美留下唯一一眼 事后安安在奶奶的指导下 泼上硫酸擦拭指纹 清理现场毁尸灭迹 之后小帅迟迟赶到 反而遭人陷害成了真凶 伴随一声枪响 好似所有谜团被拨开 可真相远不止于此 小帅再次被捕入狱 姐姐昏迷不醒 反而老留成了正义使者 他编造枪是安安待的 而小帅是为了救他 情急之下将安安杀害 让一切真相当白 你相信他 小帅是否为正当防卫 还需经过核实审判 眼睛真的为时吗 影片最后采淡转 老留终于听清楚 那段录音里的诡异声音 正是奶奶腿上 助行器的声音 而老留又会怎样觉得 小帅偏离本该走下去的光明坦 用生命点亮弯曲的真相之路 然而真相 不过是你眼中的真相 不过是你眼中的真相